我们都看过《西游记》,《西游记》里的唐僧是时事修行的好人,既然唐僧是好人,为什么还会经历九九八十一难?不都说好人有好报吗?难道磨难是好报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一览国学。 如果有人说磨难其实就是善报,可能很多人并不认可这个观点,但事实上,磨难其实真的就是善报。善人多磨难,后面还有一句话,这句话就是因果有玄机。 如果你能参透因果当中暗藏的玄机,你也就明白了,为什么好人多磨难,坏人总是乐逍遥。 我们还拿《西游记》来说,在唐僧取经的路上,遇到无数的妖魔,这些妖魔每天吃肉喝酒,听歌看舞,活得是逍遥快乐,所谓的恶人乐逍遥,其实说的就是这些想要吃唐僧肉的妖精。 我们判断一件事的好与坏,不能只看过程,还要看结果,一个人可能从小经历的磨难很多,但结果他成为了人上人,一个人可能从小娇生惯养,想尽了荣华富贵,但结果可能成为了阶下球。 那些想要吃唐僧肉的妖精们,最后是下场都很惨,而历经磨难的唐僧,最后却成为了瞻谈功德佛。 老话说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后面还有一句,不是不报,时候未到。 佛教认为,因果通三世,有人今天作恶,明天就会遭到报应,也有人前半生作恶,后半生受报,还有人一辈人作恶,下辈子当牛作马。 古事后有一位善人姓张,张善人从三十岁开始,坚持行善,福困济贫,可老天对他如此不公,张善人的儿子天生残疾,终日卧病在床。 张善人并没有抱怨命运不公,还是坚持行善积德。 以此,张善人因为帮助了一个乞丐,乞丐精通医术,乞丐为了报恩,给张善人的儿子开了一副药。 张善人的儿子服药后,竟然奇迹地好了起来。 张善人想要赠金银给那乞丐,却被乞丐拒绝,乞丐对张善人说, 你在年轻时,做生意经常不讲诚信,缺今少两,所以你的儿子因此患病,由于你知错能改,坚持行善,福报越积越多,所以你的儿子才能痊愈。 原来那位乞丐是一位修行人,由于机缘成熟,所以才救了张善人的儿子。 如果不是张善人坚持行善,儿子也不会有机会痊愈。 佛教认为,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现象,因果之间一直都存在着缘分。 只有因缘成熟时,果报才会现前,因缘果报,错综复杂,有时候会一因多果,有时候会一果多因。 善人多磨难,好人不偿命,这只是表面的现象,其实因果暗藏玄机,在佛家看来,磨难可以消除业障,磨难越多的人,福报越大,善有善报,真是不虚,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,一旦因缘成熟,必然自食其果。 都说好人有好报,恶人有恶报,这所反映出来的是最基本的因果循环定律。 任何人和事物都在其中,可是人们总是习惯于拿自己的恶报与自己的行善相对应。 反而得出了上天带自己不公,因果不相对应的谬论。 对于生活遭遇困境的人来说,尤其如此,过去有一句话说,善人多磨难,难道上天也是专挑软柿子来捏吗?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下面这两个天机,你一定要看懂。 那些越有成就的人,往往遭受的魔力就越多,一个人最终能有多大的成就,与其福报的多寡密不可分。 而这个福报,既有与生俱来的部分,也有来自后天的修为,而且后天的修为占据主导。 就算你是一个有福之人,在得到福报的过程中,也需要经历非常多的魔力,所谓百炼成钢,真正想要成为一块好材料,就必须经过千模万机。 旁曾师徒想要取得真经,也需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,没有每一难,你就无法体会到真经的来之不易,也便无法修成正果。 世上知识也同样如此,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一举成功,一蹴而就,都来自于日复一日的坚持,努力的付出,然后不断的总结,调整方向,才会渐行渐远,离成功越来越近。 假设你一出生,什么都拥有了,却没有遭受任何的打击与磨炼。 请问这样的人,真的值得庆幸吗? 相反,他反而会感到更多对未来的恐惧,因为他根本就无法面对任何无常的将民, 没有任何的经验可循。 回到善恶有报的问题上来,任何善报或者恶报的出现,都要看因缘条件是否满足,因的种子是种下去了。 可是如果没有合适的缘分,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出现,你以为自己行善了,就马上会走运吗? 善缘力量不足,或者缺乏善缘的话,善报也是不会来的。 就像一个人犯了错,做了恶,马上就会受到恶报吗?也同样未必。 但是最终的恶果是无法逃脱的,就看什么时候因缘聚足而已。 其实,以上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只有一条,那就是你太心急了,太在乎最后的结果了。 你必须明白,人生是一个过程,好好地体验这个过程,远比你得到那个所谓的结果要重要得多。 人在坐,天在看,你的善良终究不会埋没。 一老一小两个和尚去化缘,走到半路上,遇到一辆马车,车轮陷入了泥潭之中,无法动弹。 赶马车的人,向两个和尚招手示意,希望能够得到帮助。 出家人慈悲为怀。 两个和尚靠近马车,使劲推马车,经过十多次尝试,马车终于脱困了,车轮从泥潭里一点一点往前滚,滚到了街市的马路上。 就在此时,马车扬长而去,赶马车的人,连一句谢谢都没有说。 小和尚说,师父,我们白忙活了这么久,还弄脏了衣服,真的划不来。 老和尚说,你为什么这样想呢? 小和尚说,我以为,他会说谢谢,还可以带我们一程。 老和尚说,你想错了,我们今天是最快乐的一天,也没有白忙活,因为我们做了好事。 小和尚很不悦,师父,你瞎说,我们做了好事,谁知道。 过了几天,两个和尚走到了集市,肚子饿得咕咕叫,摸一摸口袋,一分钱都没有,只好忍住饥饿,继续前行。 忽然,一个中年女人追上来,拉着两个和尚就去店里吃面。 老和尚说,这位施主,今天我们没有带钱,下次再来吃面。 中年女人说,师父,今天的面是我送给你们二位吃的,不要钱。 原来,中年女人就是马车的主人,赶马车的人,因为走得急,没有说谢谢,心存愧疚,就把当天的事情。 一五一时告诉了主人,中年女人,天天在门口张望,希望能够遇见帮忙推车的和尚,能够表达感激之情。 吃完面,老和尚说,看看,我们做了好事,天都知道了,还派人来请我们吃面,小和尚听了,笑得格外开心。 一个人做了善事,不一定要别人知道,也不要向对方索要回报,帮助别人,是为了行善积德,是体现自己的高峰亮节。 如果你做一件善事,没有人知道,那么你就做一百件善事,一辈子都做善事,你一定会成为人们眼里的大善人。 人在做。 天在看,一切都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,如果你的善良,一辈子都没有公之于众,起码你自己的心会感受到,被帮助过的人,良知会觉醒。 善有善报。 别不信,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珍惜一个人,那么你的爱情就会变得甜蜜无比,当你老了,身边有人陪伴,并了有人照顾,你就是得到了爱情的回报。 你努力工作,一直埋头苦干,虽然你没有得到升职加薪,但是你的工作业绩比别人更加突出,你可以凭着自己的业绩跳槽到更好的单位,你的业绩就是你的底气。 事实上,聪明的上司,一定会发现勤勤恳恳的员工,不会让一个有能力的员工一直被埋没。 你善待自己的家庭,关心父母,关爱儿女,你一直都在付出,也没有指望他们回报你。 但是你会感觉到很快乐,和谐的家庭氛围,可以帮助你成大业,正所谓家和万事兴。 你遇到坏人,还可以做到以德抱怨,用自己的善良去感化对方,那么你就是把善良传播出去了,在别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,你是功德无量的人。 你坚持日行一善,今天给小树浇水。 明天去保护小花,后天去帮助环卫工人推车,大后天去清洗公园的长凳,虽然你只是做了毫不起眼的事情,但是你的善良,让一座城市都会变得温暖,改变了生活的环境,你也会更加愉悦,冥冥之中就是得到了善报。 你做的一切,都会回到你身上,迟早而已,聪明的人,一直行善,从来不会做坏事,如果不小心做了坏事,也会及时悔过,才去补救错事。 心安是福,俗话说,好事多磨,也就是告诉我们,真正的善良是一种磨难,如果你不理解的话,会感觉很难受,甚至怀疑自己做错了,不应该那么善良。 比方说,你在公交车上,看到一个小偷在翻别人的皮包,你怒吼一声,把小偷吓跑了,但是你下车之后发现,小偷在跟踪你,要报复你,因为你的正义之举,给自己惹麻烦了,从今往后,你可能不敢再怒斥小偷了。 如果你喜欢钓鱼,你一定会发现,并不是每次钓鱼,都会盆满钵满,常常有空手而归的时候,但是你坚持去钓鱼,总体来说,你的收获并不少,你在学习钓鱼的时候,可能连续几次都是空手而归。 但是,你多学习几次,你就会成为钓鱼高手。 会者不难,难者不会,任何一件事,你不努力学习,都不会成功,做善事,如果你不坚持下去,你也不会被人认可,一次善良,是人生中的小事,一生善良,才是大事。 如果你被人误解了,做好事得到了恶报,还能够坚持善良,你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。 古人说,但行好事,莫问虔诚,一个做好事的人,也会遇到凶险,但一定会逢凶化吉,一个善良的人,也会遭到别人的算计,但一定是问心无愧。 心安是福,善良的人,多磨难,也多福气,先苦后甜。 人亏天不亏,人善人欺天不欺,人恶人怕天不怕。 善良的人,也许会吃一时的亏,也许会被人欺,但是举头三尺有神明,别人欠你,天会还你,别人欺你,天会护你。 星云大师说,一时吃亏,一时富贵。 做人不要怕吃亏,一个人只要心存正念,随顺因缘,助人为先,即使一时吃亏,最终因果必定不会让你吃亏。 众所周知的品牌老干妈,其创始人陶华碧,就是为甘愿吃亏,善良坚强的女性。 年轻的时候,家里穷买不起菜,她就自己自家种的辣椒,配上从山上采来的一种草药自制辣椒酱当菜吃。 后来丈夫去世后,为了照顾孩子,她摆摊卖凉粉凉面,将她自制的辣椒酱免费提供给客人们,很多人来吃凉粉,就是为了吃辣椒酱。 她后来开了一个小饭店,没有想到,生意兴隆的原因也是因为免费的辣椒酱,但是后来,她发现自家店里的辣椒酱越来越不够用。 有一次无意间去旁边饭店吃饭,才发现自己的辣椒酱也在这间饭店免费提供。 原来是别家饭店来偷,即使这样,她也不怕吃亏,假装不知道,她觉得别人喜欢,就让他们拿点。 可是她店里的辣椒酱毕竟有限,很多饭店也想要这个酱,于是那些老板就请求她多生产一些辣椒酱来卖。 1994年,桃花碧关闭了饭店,成立了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,专门做辣椒酱。 这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溜溜成荫,她做梦都没有想到,她免费送人的辣椒酱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大生意,更让她的身价达到九十亿。 表面看是幸运,其实这一切的成功都源自她的善良。 做个善良之人,吃点小亏也别在意,因为上天会从不会亏待一个善良的好人,也不会善待心存恶念之人。 古人常说吃亏是福,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因果,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在作用。 做人要无愧天地,做个好人,老实人,一生行善果,你的人生总能有意外的收获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